嗯 嗯 爽 兩隻高虎 愛的跳舞 欸 小褲子乖乖馬兒落我 欸 我我我我我 我從小大家從來沒有打贏 但是大家死後一定不會弄亂我的髮型 沒啥挖鼻屎這麼爽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弄清楚 當你挖鼻屎時到底在挖什麼 挖上東西呗 你看這鼻屎又大又黑 嗯 當我們挖鼻屎時不僅是在挖髒東西 也是在挖攔路時 我們的鼻腔中有黏液線 每天都會分泌黏液 黏住從鼻孔中進入的粉塵細菌等 等風乾之後就成了 等風乾之後就成了鼻屎 裝滿了鼻屎的鼻腔 讓人呼吸不暢 鼻子癢癢 於是你就會 爽 而這種爽感其實是大腦給你的獎賞 啥獎賞 就是你戀愛拉屎 喝快樂水的時候 都會分泌的神奇物質多巴胺 啊 挖鼻屎居然能分泌多巴胺 我不信 鼻腔中存在大量神奇末梢 和某些敏感部位一樣敏感 當你把手指插入鼻腔時 會刺激這些神奇末梢 神奇末梢向大腦傳遞信息 大腦就會分泌多巴胺 讓你感覺很爽 愛上挖鼻屎 所以表面上 你挖鼻屎是在挖髒東西和攔路時 但本質上 你是在挖快樂 有沒有感覺 生活中能讓人快樂的事越來越少 沒有啊 我感覺我挺樂的 生活中能讓人快樂的事 確實越來越少了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缺少正向的及時反饋 你努力學習 但要等期末才能看到結果 而且結果可能很糟 你努力工作 但要等幾年才能升職加薪 還有可能被開掉 但挖鼻屎不一樣 挖的時候大腦給你做巴胺 挖完之後 黏手上的鼻屎給你成就感 每挖一次都能立刻帶來快樂 如果挖出的鼻屎又大又黑 快樂還會加倍 你說 世界上還有比挖鼻屎更爽的事嗎 撕鼻撕 將近的晚風快卻敢整條小巷 燃靜的燈光無法再將我們點亮 要明白有些事情 所以說 因為它已經被挖鼻屎了